这事倒真可怕 宁可让夫人一条白铃吊死 也绝不允许女眷和离回娘家 可令云婉不打算放弃 向郭娘子仔细地打听了一番 郭娘子心里也明白 令云婉特地前来打听 知道事情肯定不简单 娘子 有贵克制 令云婉见词很自觉地起身 老师 学生叨饶已久 也该告辞了 临走前又停了下来顺口提了一句 对了 学生还想向老师求一本自贴 我又使您用来教我的主之贴 郭娘子一口就答应下来 便让人去找来借给令云婉 突然发觉有些不对劲 随口一问 这帖子是给开盟的孩子用的 我记得侯府里 没有要开盟的孩子吧 丫鬟将帖子递给令云婉 待收下之后羞愧地低着头说 路加过继了孩子到我名下 是给他用的 令云婉扶了身子便走了 郭娘子满眼恶然 她不过才二十多的年纪 何至于过继孩子到膝下 难道说 五定侯府里要合理的女子 难道说就是令云婉她自己 郭娘子你这是怎么了 郭娘子回过神像年轻金贵的男子行李 皇王殿下 郭娘子的贵客 正是当今最受宠的皇王 与此同时在马车的平夜 向令云婉好奇地询问 妇人 郭娘子那位贵客 您可认得 令云婉文言摇摇头 陶冶也难闻了 似乎从未听说过郭娘子 有子职外甥之类的小辈 那男子瞧着像是公府 或者朝廷重臣家的子弟 这话连令云婉都没反驳 她当才从老师府邸出来的时候 那男子正好从穿堂里出去 就看见那人虽然年轻可身 自挺拔经眷不乏沉浸从容 一身的贵胄之气 前一世掌管武定侯府二十年 令云婉也只是略见过一些身份贵重的外男 但无一人的风姿举止彼得上这个男子 令云婉一番搜长瓜度还是没有半点印象 对了 郭娘子曾经也是皇后的老师 是皇王 两个压吸了一口凉气 虽然心知那男子身份贵重 可没想到会这样贵重啊 皇室的人 他们见都没见过 平叶结结巴巴的问 郭 郭娘子怎么会和皇王有交情 这让令云婉难以琢磨 难道是老师前一世初以外 是和皇王有关 而皇王又是父亲曾经的学生 但后来父亲因为重病就没再教他了 可我还清晰的记得 父亲在我面前哀怨过七皇子 是令他最让人头疼的学生 当时还贵为皇子的皇王 专门上门探望过父亲 我也偶然和几岁的小皇王 打过一次交道 的确是个难缠的小公子 而马车渐渐行驶到五定侯府门口 令云婉也就将郭娘子那头的事抛却在脑后 回了五定侯府令云婉没有急着理事 而是拿出自贴在窗前临摹 一写就是三天 夫人 您都好久没有像这样练过字了 您这几日一直在临摹逐支帖 是不是想亲自教两位少爷写字 不是 庆少爷到现在都一直在老夫人那边住着 没来给您正儿八经请过安 品行也不专正 夫人不教他才好 若是能指教长公少爷道还好些 不论你有没有空见不见他 他每天都过来请安 可见是个孝顺懂事的 叹气 府里肯定你是同人 您怎么可能指教一位少爷呢 这字帖就是为长公准备的 他用得上的 这一写令云婉写到了日落西山 而这时与寿堂派的人过来传话 夫人 狮子接了表姑娘回来 老夫人请您过去 令云婉放下笔 揉了揉饭酸的手腕 勾了勾唇脚 庆哥的生母隔板终于到鲁家了 什么表小姐还敢耽误了夫人回门的事情 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老夫人 大奶奶来了 坐在老夫人身边 葛宝连忙站起来 过来向令云婉行礼 在外人眼里 她是从陆老夫人老家的镇子上 过来的远房亲戚 衣着打扮朴素清新 欠碧色的被子下身材纤细 并边沾了两朵素白的小花 虽带了白色面纱遮住了半张脸 可眨眼的时候 一双水润的杏眼十分灵动 道儿 这是你大嫂子云婉 宝儿见过大嫂 在对视的瞬间 葛宝就被令云婉当家主母的气度所打败 深知自己一个乡下丫头 完全比不过豪门女子 表妹 你这是怎么了 戴着面纱 葛宝心里一慌 她当然是为了不让人齐心 因为庆哥虽然长得像鹿蒸柳多一些 嘴唇却更像她 宝儿她脸上起了疹子 恐怕要一段日子才能好 云婉 这点小事你就别操心她的了 葛宝妹是客人 远道而来 胡来吃本就淡漫了 关心她也是应该的 既知道淡漫 那你还不快拿两匹尺头 给你表妹做衣服穿 老夫人说的是 孙媳妇记下了 不过 葛表妹好像和柿子一样 楼喜欢如意云纹的料子 不巧 偏着转花样的尺头 我那里没有 众人也随着令云婉的话 先是看葛宝的鞋 又去看陆蒸柳的鞋 葛宝想收起脚来 却来不及了 不只是一模一样的花纹 细细看去 好像都是同一个人绣出来的 陆老夫人脸色一变 陆蒸柳也跟着心里一怂 真是的 那么多鞋子不穿 偏要穿这样的 你那里没有这种料子 就算了 我这里还有很多沉香色的料子 虽然老气了些 但是她只在我这院子里穿也足够了 陆老夫人说这话时 完全没有刚才的热情态度 但来是为了帮孙子把戏做全 葛宝看着又真的像是个老实听话的 没想到居然是个棉里藏镇的玩意儿 不早了 都散了吧 陆老夫人有些疲倦的把人打发了 还单独和令云婉说了一声 迎走你过来一趟 两个孩子竞服有段日子 也该正经读些书了 一起商量个章程出来 好 孙媳妇告退 退出去后 令云婉隐约约听到里面传来葛宝的哭声 眼神透出一抹冷笑 把戏转变中 provider